我 有人吗 又怎么了 快来人了 久潇 这又出什么事了 来开门 快来人呢 谁呀 月车 来人了 怎么了 月车 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找姜天医 愣什么去啊 你去什么了 快喝点 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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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点水 喝点水 主啊 您说呢 李公报 什么事啊 沈贵人 冷宫来报 乌拉那拉市中毒垂危 严许宫也说 海贵人的安息相忠 又被嫁了处杀 冷宫里的乌拉那拉市 死了也不知什么 至于海贵人 自有太医照顾 皇上龙体要紧 你也犯得上为了这个 来惊扰皇上 沈贵人 李玉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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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慎国人 这些日子 你不必在这儿呢跟前了 皇上恕罪 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 许多事你一开始就错了 难道是今日才错吗 臣妾愚昧 好歹是一条人命 好歹是一条人命 海贵人怀着皇嗣 你竟然这般冷血冷血 好不在 皇上 臣妾知道错了 臣妾只是怕饶着您歇息 滚 皇上准备先去哪儿 先去冷宫 皇上 冷宫到底怎么回事 据姜太医回比 饭菜里被人下了披霜 还好易主和索性用得不多 所以救回来了 除了姜太医 奴才还派了两个太医 一同去盯着 一方不策 来 我来 把你蹲走 怎么样 竹子怎么样了 弄着水灌下去 毒物都吐出来了 你放心吧 身子无大碍 侍侍还在昏迷 你怎么样 就是头还血雨的 可能还会有一阵 先躺下休息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来 威城江雨宾 给皇上请安 协妃狮子如何 好 回皇上 贤妃娘娘种的是披霜之毒 还好发现了及时 眼下还在昏迷 微臣已经替贤妃娘娘 去除身体内大半余毒 使贤妃娘娘常住冷宫 身体虚弱 还需要调养 那就好 务必调养好贤妃的身子 是 微臣告对 明天还可 roll子 辱衣 朕来迟了 我 誠 Wer 等你身子能走动了 朕即刻就接你出狼宫 委屈你了 优优独播剧場 杰仁 都是杰仁 朱儿 别这样 还是想想办法让皇上消消气吧 我还能怎么样 这些年收的委屈 这些年收的委屈又是谁知道 朱儿 又发疯了 这伺候皇上久了 封劲反而更大了 朱儿 这海贵人受害 莫不真是跟贵妃有关 管她是谁呢 左右不干咱们的事 这海贵人中毒蹊跷 宫里人都说 当年乌拉那拉氏是受了冤屈的 莫不是 她真要出冷宫了 她要是出了冷宫 迟早要查当年的事 还有皇后和贵妃呢 再不及 还有沈贵人和宿炼 您呢 管好四个就行 做不过 不干咱们的事 仙人 都是仙人 在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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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里 在楼上 在楼上 在楼上